作曲 周杰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看着你的时候 总会有一丝错觉 明明是想讨厌 却不那么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次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好比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我们已经查了这么多资料 可一点都查不到 关于乔丽的任何线索 是 乔丽每次都把所有的事情 交给自己底下的人来干 现在即使我们找到证据 也没法对他进行责任追究 喂 乔总 卫玲啊 我听说这两天一直有人在追查 姚氏上市失败的事情 你听说了吗 没有 不管这些人是谁 他们显然没有弄清楚一个道理 那就是狡兔三枯 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还会犯这些低级的错误 让别人抓住把柄吗 好了 咱们不说这些了 明天早晨 婚礼就要开始了 你是瑶瑶的好姐妹 你一定要记得过来 否则的话 瑶瑶会不高兴的 明天的婚礼 你会去参加吗 现在去了 舆讨艺 保持她了 求婚礼 无论 我现在尝误 什麼言論是 有什么事 怎么了 哥 你们来了 君墨 瑶瑶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君墨怎么了 把你打门钥匙给我 你要钥匙干吗 别问了 赶快给我 哥 你干吗 你 瑶瑶是给我 你们这是 你们到底在干吗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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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你们都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瑶瑶你干吗 瑶瑶快来 你在干吗 哥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你要把我关起来 这样我就不能去 参加婚礼了 但是我已经决定了 无论你怎么阻拦我 我都是会去的 刚才我在家 就是跳窗走的 你现在要是把我锁起了 我还是会跳窗走的 不要 你疯了很危险他 我说你们都冷静一点 好不好 别闹了 赶快下来 哥 哥 我知道你特别心疼我 对于你来说 我就是最重要的人 可是你知道吗 瑶瑶对于我来说 也是最重要的人 你会想尽一切办法 阻止我去嫁给乔吕 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拯救千瑜 不管是什么办法 有用的 没用的 聪明的笨的 一切我都会去试一试 君墨 好 你下来吧 晚上好好休息 婚礼上不能没有佳人 明天我陪你 一同出席婚礼 君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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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 下来好不好 那个 你 你 要 你 看我 娘 你 哎 你 你 不 瑶瑶 累了吧 快休息吧 威力 你明天会去参加我的婚礼吗 我知道 你一定觉得我刚才很傻对吧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最爱的那个故事吗 小美人鱼爱上了王子 你越向女巫献出最美丽的鱼尾 也要变成人类和王子生活在一起 可是王子爱上了另外一个公主 没有王子的爱 小美人鱼很快就会死掉 于是女巫就给了小美人鱼一把锋利的尖刀 让她插进王子的心脏 可是小美人鱼没有那样做 她牺牲了自己 便成了一串泡沫飞走了 或许对于你们来说 小美人鱼的故事是一个悲剧 可是她的生命虽然短暂 却用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去爱那个王子 那么她这一生 就不会再有遗憾了 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幸福就是要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可是对我来说 用尽我自己的一切 只要让心爱的人过得幸福平安 就是最大的幸福 可爱的人 你到底在哪儿呢 你知道瑶瑶为你付出的这一切吗 瑶瑶 你到底在哪儿呢 你知道瑶瑶为你付出的这一切吗 瑶瑶 怎么办 瑶瑶 你知道吗 家人对我来说最重要 而瑶瑶你 你就是我的家人 好 快乐 吧 你对吧 每个家人都不一样 当你离开心 果然是非 离开心 你就是孙女 可爱的 如今 这段《家人的团圣》 谢谢 好了 威玲 谢谢你今天来陪我 瑶瑶 我知道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但现在婚礼还没有开始 只要你愿意 我就可以陪你离开 你现在可是在鼓励未来的老板娘逃婚哦 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看你怎么收场 别说了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们不照张合照就可惜了 来 来 馨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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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者 numdi 迢遢 欠遢 星儀知道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千语 但是你知道吗 我相信 千语她一定 不想看到 你为她牺牲这么多 瑶瑶 趁现在婚礼还没开始 你赶快跟我走 还来得及 好吗 心仪 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跟千语没关系 并且乔丽 也已经履行了承诺 将赔偿金打给了陈氏 这一切都是我 我知道您心疼我 可是我不能做出 临时反悔的事情 对不起 心仪 您好 姚小姐 请您出来准备 好的 你站住 助手 也遮掩 瑶瑶她不知道 但是你被谁都清楚 到底是谁 把她逼到今天这个地步 以前我一直觉得 你是一个很无知的小孩 但是今天 我承认看错了你 你为了要夺回杭盛 竟然连自己最好的姐妹 最好的朋友 一辈子的幸福 你都忍心让他牺牲 为你牺牲 胡董事长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先进去了 妖妖 你怎么这么傻 妖妖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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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愿意永远爱她 尊重她 始终如一 不离不弃 你愿意吗 她不愿意 来得真好 乔总 胡总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没关系 来总比不来好 乔总 今天是你的大型职业 你怎么能忘记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 所以我就把她带来了 各位朋友们 这位女士是王瑶女士 乔总的前妻 所谓一日夫妻百日 乔总 您这么重要的日子 这么重要的家人 怎么可以不出场 乔丽 别来无恙了 你来了 当年我们离婚的时候 你说你不会再爱上任何人 也不会再结婚了 我还以为 我这辈子参加不上你的婚礼了 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 想必 这姚小姐的魅力 非比寻常呢 是啊 好 我 不 你 你 我 我 这么一位重要的客人 请先就坐 等仪式结束以后 我亲自过去敬酒 我们继续 我的第二份礼物 还没有送呢 乔总何必如此心急呢 前一段时间 我去了新加坡 盘下了一笔投资 所以我现在正式 跟大家宣布 恒盛集团的资金 以及全部到北 我们会继续开发 古铜这块地址 还会在新加坡 开发全新的 数字公寓校团 乔总 真的非常感谢 您选中送他 在我们恒盛 最南欧的时候 帮我们渡过南关 所以我准备了一点 小小的心意 当做对乔总的回报 这是一张银行的转账记录 之前乔总 带我们付给 陈氏集团的赔款 我连本带领 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统统打到这个招会 陈氏集团的转账记录 我连本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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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屉公团的转账记录 他在外面 我连本带领 你真不愿意 好招访 我的天啊 在你身体上 我连本带领 没有动带领 这件事 专门 我现在 不进来 我常常想 最终竟 我 我完全不敢相信 我觉得就像演电影一样 我以前只在电影里面看过《逃婚》 居然没想过这种事情 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现在觉得 我就像罗马假日里的奥代理贺本 你没事 没事 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小小姐 小姐 快走 不要 别说我们才跑吧 小姐 小姐 瑶瑶 冲着你 胡总 小姐 胡总 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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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发生的事情 很出乎意料吧 不过没关系 仪式都还没有进行 你有充分的时间 好好地想一想 怎样面对后边的事情 看那些激动的媒体朋友们 他们都把乔总您的婚礼 当成了此地一件盛事来看 肯定是要打做文章了 真是可惜 原本是一段佳话 可惜 现在变成了 一个笑容 多谢 来 早就警告过你了 现在自己亲眼看见了吧 知道瑶瑶在千语心中的位置了吧 不要再对恒生打什么坏主意了 首先 你得好好的 处理一下你老板的事情 处理得不好 说不定 连你在环球的立足之地 都保不住了 知道吗 乔总 谷整今天突然来到了现场 听见 您的新娘 这不是百年了和您有伙结吗 小总 快快 外界成为杨耀小姐和您的婚事 牵扯商业利益 吴总今天的所作所为 是否可以证实这件事呢 彭盛和欢秋之间的关系 是否会因为这件事 而受到影响呢 诸位啊 诸位 今天 的确是事发突然 可能是我 想得有点不周到 缺乏跟杨小姐的充分沟通 也让胡总产生了误会 总之 错都在我身上 一切责任我来负 所以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 对不起啊 我失陪了 来 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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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今天的事情怎么看呢 您为什么会来到现场呢 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好了 别难过了 维令 我相信千语这么做 一定有她自己的考虑 现在最重要的是 姚姚不需要嫁给乔丽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谦语找回来 她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的 林小姐 乔总在那边等您 请您过去一趟 请 胡心和胡谦语 欺人太甚 竟然在我的婚礼现场 把新娘子给抢走了 让我沦为所有人的笑柄 我得让他们知道 我乔丽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维令啊 是时候给你表示 对环球的忠心了 明天 你就代表我去恒盛 乔总 我去恒盛干吗 他们不是拿到资金 要启动新的项目了吗 你去恒盛 做我的股权代理人 我倒要看看 他们这个新项目 怎么开展 乔总 我刚从恒盛离职 而且因为数字公寓 计划 恒盛的那些股权人 都对我有意见 我现在回去该怎么 面对他们 这次我们联合尘世 打压恒盛失败 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机会 否则之前的一切努力 都复制东流了 而你 是对付他们最有力的武器 这对母子是你的仇人 他们恨不得对你要赶尽杀绝 但同时 你也是他们的软肋 一个人只要有弱点 就不难打倒他 只要你出现 就是他们的危机 而恒盛的危机 就是我环球的升级 卫领 你要记住 于公 你是环球的人 于私 这对母子是你的仇人 不是吗 好了 乔总 我尊重你的安排 我尊重你的意识 医生 请问怎么样 不要紧吧 姚小姐 你有哮喘病事吗 最近 姚姚 没事吧 千语 你能帮我倒杯水吗 好的 医生 有什么事可以直接问 药小姐 你的哮喘和别人的不同 你是心源性的哮喘 这种哮喘病人呢 一般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这点你应该知道吧 我刚刚呢 给你做了个初步的检查 情况很不乐观 你最近有发病吗 我建议你立刻载进医院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医生 我会听你的意见 去医院做检查的 但是 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 你说 胡先生 对我的病情并不是很了解 可不可以拜托您 不要透露给他 医生 这算是我的隐私 拜托你了 好吧 廖小姐 这是我的名片 我呢 会在这家医院作诊 希望你能过来找我 不论怎样 廖小姐 性命攸关 不能轻视啊 我明白 谢谢医生 那先这样 好 谢谢 来 不好意思啊 千语 打扰你了 还搅到你家里来 姚洋 你这样说我真的很愧疚 你委屈自己嫁给乔丽 你为我所做的事情 我都会放在心里的 你的意思是说 我在你心里 也有一定的位置是吗 手机小的 喂 哥 姚洋 你在哪儿 我现在在千语的公寓里 我很好有她照顾我 我去接你 不用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不行 我马上过来 哥 我过两天会去找你的 我有点累了 我先休息了 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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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墨 一定很担心吧 可是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 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事情 理解 没事 你就放心地住我家吧 一切都有我正义 早点休息吧 我有点害怕 可不可以陪陪我 等我睡着了再休息啊 喝点 喝点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我那天没有去机场 其实那天我会耍约 是因为我要去处理恒胜的危机 我要去新加坡 吴谦宇 开门 你给我开门 开门 吴谦宇 吴谦宇呢 吴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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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 吴谦宇在休息 放手 我今天必须带她走 哥 孟盛宇 你怎么来了 我要出来跟我走 我不要回去 吴谦宇 姚佑今天不舒服 有什么事明天说的 你少假惺惺惺了 是谁当初为杨悠丢下的 杨悠为了你 甘愿嫁给乔丽 那个时候你在哪儿 今天会离现场 你把她带走 杨悠叫前进 在婚礼现场逃婚 传出去 我们杨悠叶面核寸 你想过吗 我知道杨悠一直对我很好 我也知道我跟夫妻责任 我把她带走 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切 解决这一切 你要怎么解决 杨悠定婚两次 两次反悔 你让她以后怎么做着呢 难道你会娶她吗 既然你给不了这个承诺 就不要在这里假情假意地 说自己负责任 杨悠 跟我走 我不走 君子 你冷静一点吧 哥 你不要这样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自愿 你的自愿怎么这么廉价 杨悠 你有没有想过呀 她到底爱不爱你 愿不愿意吸收你的自愿 我不在乎 我爱她 我愿意为她牺牲你情人 你不要管我 杨悠 你不在乎 在乎 咱俩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都没有人 之间 你不在乎 你把我都没打过 你 我都不在乎 你还不能在乎 我都不在乎 维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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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听吗 关于刚才的话 你听不起声 维靡 维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你 你去找千语吧 我们能不谈这件事吗 我已经听说了 乔总 让你去恒生上班 怎么样 还应付得过来吗 没关系 虽然我还没想到怎么面对 但是随我解决的办法吧 不能拒绝吗 我是环球的员工 我能拒绝吗 好吧 总之你要有什么困难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 怎么了 你身体不舒服吗 估计是最近太累了 没有时间休息 我看你脸色好差 时间还早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不用了 走吧 来 谢谢 谢谢 魏力 怎么样 好些了吗 好多了 我们开点药就好了 不用做什么检查 没事 别担心了 你就在这儿等我会儿 先去交费 瑶瑶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都是美好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 还有我 所以愿意 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 为改变 是我临终坚决 原谅 原谅不是错写 原谅是为纪念 我们拥有彼此的世界 原谅 原谅 我只好 也许我只想 原谅 原谅所有不解 什么 也不是陌生 我只想 原谅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多想象 从前 为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 原谅不是错写 有人 为改变 心里 里面 不可 脸 感谢观看